哈喽,大家好,我是马老师 你知道吗?在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中 有一些汉字的读音或者声调会有所不同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几个 第一个,这,那 在口语中我们通常读这,内 比如说,我觉得这件衣服比较漂亮 那天我看见一个朋友 第二个,主意 主,读第三声 主,在口语中我们说主意变成了第二声 比如说,好主意 这个主意不错 第三个,谁 在口语中我们读谁 比如说,你找谁 这个人是谁呀 好了,你学会了吗?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